今年的的課告 有報導有講一些什麼 它裡面其實是兩個案子 一個是紐約時報 一個是華頓郵報 都是在講 他們都取得了美國 國防部 關於越戰史 所以這裡面重要的是 它是越戰史的研究 它不是在講 它當時 報導當時的 戰況 不是這個東西 而是 關於之前的越戰史研究的 機密資料 然後他們就根據這個資料 就做成了報導 想要 再繼續刊登 它把它公開了 紐約時報跟華盛頓 都有 都有先刊的 刊了以後 政府就知道 以後就要要求法院給禁制令 禁制令的內容就是要禁止這兩家報紙刊登 相關的報導 紐約時報在前 然後華盛頓報在後 紐約時報的部分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是准許禁制令 所以是紐約時報 去申請上訴到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 然後華盛頓報的部分是哥倫比亞特區 上訴巡迴法院是維持地方法 駁回禁制令申請的 所以兩個法院的意見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部分當然就是美國政府上訴到最高法院 這個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以後 我也非常的佩服他們 他們的大法官效率極高 他們在很快 我們從後面就可以看得到 你看 第三點 6月23號下級法院做成裁判 紐約時報的部分是在24號 你看這麼快 11點鐘 向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 申請疑審令 因為是紐約時報上訴的 然後那個華盛頓郵報的部分 是24號的晚間 7點15分 在政府提出的申請 然後他們在26號 你看 才幾天 23號下級程法院裁判 隔一天就去申請了 就上訴了 然後在26號就召開言辭辯論 然後我記得他兩天還是三天後 就已經做出來了意見 所以真的是追求非常快 那也是因為這叫做金字令 也就是說 它是像我們有點像賈楚芬 緊急的事件 所以他們會做最快的處理 然後我們把這個 根據美國 我們查到的資料 我們把那個大法官的 關於這個案件 他們的意見 我們把它列出來給大家參考 那麼這最重要的一個 Black大法官 Black大法官 他是這個案件的那個 最後的意見 應該是他寫的 然後他的協同意見書 協同意見書的意思就是我贊成 因為他最終的結論是說 禁字令是不準的 不準的 所以他們贊成這個結論的人 叫做寫協同意見書 那協同意見可以由某一個大法官提出 然後其他人可以加入 那這個意思是說 就主筆 寫這個協同意見書的主筆 就是Black大法官 然後Douglas大法官呢 他是加入Black的意見 我們也有 所以你如果看我們的大法官解釋 你會看到類似的這種情形 你就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你看他講的 他說憲法第一徵補條文 這是因為它涉及到美國憲法的第一徵補條文 它是保障出版自由 言論自由的 那麼他都顯示 不論新聞來源為何 新聞媒體就不受審查 不受禁制 不受事前限制 而得刊登新聞的自由 所以這個是他們認為支持新聞自由 主要是不可以事前審查它 然後 給予新聞自由 媒體自由 是為了要保護新聞媒體 能夠發揮他的民主社會中的角色 這個也是第四權 這個是很重要的新聞媒體 你看這一句就是剛剛很 Black法官也就是在The Post電影裡面 特別有提到的 他說新聞媒體服務的是人民 而不是政府 那麼 憲法剝奪政府審查新聞媒體的權利 為的是讓新聞媒體能夠自由的監督政府 然後 政府主張 它是基於國家安全 但他認為這個安全的這樣的字眼 是過於廣泛跟抽象 其實有很多的這一些 不用你會發現 在我們大法官的解釋裡面 通通會出現 所以他認為不能用這樣空泛的理由 來合理化新聞 對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的前置 他的限制 這是Black大法官 Douglas大法官自己也有提出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加入別人 我們也可以自己提出 Black大法官加入了協同意見 他就說 他說 保護新聞跟言論自由的目的 在於禁止政府壓抑那些 讓政府蒙羞的資訊 民主 政府的秘密 因為他是用秘密為理由 秘密本質上是反民主的 那麼對公共議題的公開論辨 是民主能不能健康發展的關鍵 知道 好 Brennan大法官 Brennan大法官的協同意見 他是這樣講 他說 這個言經 謹記於對言論發表後 可能結果的推測 來對新聞予以事前限制 所以他這裡的 Black他是講說 這個 不可以對新聞自由限制 然後這裡 Brennan他是講說事前的限制 他講的是這裡 唯一的例外 他認為有例外 是必然直接立即造成戰事的危險 你會在我們大法官的解釋裡面 會常常看到立即直接的危險 我們也常常用這樣的文字 他說不能用這樣 如果有這種情形的話 如果有必然直接立即 這都不一樣的概念 三個不同的條件 他說只有這樣才可以正當化 對新聞的事前限制 他不認為政府就本案已經證明了 已經證明 這是Brennan 那Stuart大法官 跟White大法官加入的 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 我們本席不認為 第三行 揭露這些文字 文件必然會對我國及我國人民 造成直接立即而無法回覆的損害 他從後面的角度 來處理 那有些是從前的 前面比較前面的要件來看 有些從後面的要件來看 那大法官 你看他就有講了 他說 行政部門沒有舉證 他用舉證責任來說 這個損害的嚴重性 必須以事前限制言論的方式 防止它 我們大法官在做解釋的時候 我們也常常會說 你可能有損害 但是這個損害的避免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也就是必要性 必要關聯的部分 是要考慮的 然後呢 這個他也提到了說 刊登相關報導 是不是構成其他的刑事責任 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是本案的整點 就是縱然他們有其他的刑事責任 那麼他們也不會不見得要准許這個禁制令 那要很公平的 其他的有三位大法官是提出不同意見的 是6比3 那其實5比4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案件是6比3 Burger大法官他就是首席大法官 他提出來的不同意見呢 他是認為說 這個是有重大的利害關係的衝突 那麼他認為喔 是那個 還有敬意不考慮的餘地 然後時間實在太緊迫 對於事實也不夠了解 所以他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決定是不適當的 那Holland大法官跟Blackman大法官 加入的協同意見書 加入的意見書裡面 應該是不同 對不起這裡應該是不同 那麼他們認為 我們沒有充分的時間來考慮 太急了 所以他認為做成這樣的決定是不適當 然後Blackman大法官他的不同意見 上面那個Holland那個後面應該是不同意見 那麼這是權衡的問題 利益權衡的問題 他們主要就是說時間太匆忙了 他們覺得這樣的論斷是不好的 這個大概是他們的這幾位的一個看法 這是他們 因為提到華盛頓有報 跟我們的台灣人言論自由真的很有緣 特別我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特別去把它找出來 然後讓大家也知道 孩子你們沒有經過戒嚴那個階段 你們不知道戒嚴到底是在幹嘛 你們也無法想像是有黨禁 就是政黨是不開放只有一個政黨的時代 你們也不知道報紙有報禁 現在有報紙是可以自己設 可以出版也可以報紙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 當然現在報紙好像都不賺錢 我們曾經在台灣曾經有過戒嚴的時代 我們曾經有過黨禁跟報禁的時代 在什麼時候我們解禁呢 我們在1987年的7月15號 我們解嚴了 同時也解 政黨解禁 然後報紙也解禁了 這個消息首次出現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是在前一年 1986年的10月7號 來採訪的是誰 就是華盛頓郵報的這一位 那一位女士 這是當時採訪的資料 蔣經國先生本來拒絕 因為華盛頓郵報對國民黨不是那麼友善 他認為國民黨認為沒有那麼友善 然後他本來拒絕 後來他們還是經過宋楚瑜跟 這個是新聞這樣講 宋楚瑜跟前夫一再建議他要接受採訪 所以他就接受採訪了 然後同時利用那個採訪的機會 他就宣布了台灣要解嚴 所以這個是台灣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1986年的10月8號 在第一個台灣要解嚴這個消息 就出現在華盛頓郵報 做了這樣一個報導 我想我們經過那個階段的人 對這件事情是有感覺的 那我覺得你們現在的同學 對這個歷史也不要忘記 所以有這樣一個因緣 我特別把這一部分拿出來 而且他跟言論自由是有關係的 今天講言論自由跟POSE這個案件有關 所以我把言論自由 有兩個一個744 744很近的 我們現在想到762 才是去年 應該是去年做的 這個化妝品廣告 對比的是414 那414就是很久以前的一個解釋 這兩個一個是藥物廣告 一個是化妝品廣告 其實這兩個講的都是什麼 廣告的事前審查 就是說 他們要登廣告 你的那個廣告要事先讓我審查 讓我們的主管機關審查 審查過你才可以去登廣告 這樣一個事前審查制度 對還是不對 那在4至414 大概沒有八幾年的事情吧 當時是結論是核限的 也就是說可以對藥物廣告做事前審查 那744解釋呢 是最新的 他就是違憲了 認為不可以 那就是說 跟The Post的案件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就會認為說 不可以用事前審查 你可以事後審查 你可以事後處罰 這些都可以 但是沒有到達必須要做事前審查 這樣一個合理化的程度 那我就在後面把它講出來 你看我們用的是什麼 凡是事前審查 都應該被認為是一個原則違憲 因為他對言論自由的前置太過度 然後你看到我們用的文字 有沒有很像 很像那些大法官講的 直接立即難以回復的危害 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公共利益 有重要 有 就是公共利益 有重要公共利益 有特別重要公共利益 這些我們每一句話 其實都有它的意思 都有不同的內涵 不是讀法律的人看不懂 但事實上我們每一個都有意思的 都不是隨便寫的 然後 你看下面還有 要具有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那才可以做事前審查 不是說完全不可以 但是 我們要看 必須要符合這些條件才可以 但四字四一四 它沒有從事前審查觀點來下手 所以最後的結論不一樣 然後四字四一四號 其實在當時就已經有 吳根大法官 蘇敬雄大法官 陳正武大法官 三位提出不同意見 意思就是認為 這個事前審查 要憑廣告事前審查 是違憲的意思 他們有講出他們的理由 那麼這個是 再對比一下事前審查 結論上來說 我們認為現在我們的這一屆 現在的大法官 目前的這些大法官 其實是我們做的 我們就認為 這個案 關於這個 化妝品廣告的事前審查的這個部分 跟我們剛剛所立的那一些條件不符合 所以它是違憲的 那四一四當然就認為 是這個人生健康是極重要的 但是 這幾位大法官的不同意見也跟他講 你這個 你藥品去管他 那你的食品 有很多的更嚴重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管呢 為什麼不用事前審查去弄他 說他是這個 必須要做事前審查 那他們結論是 他們應該認為事後處罰就夠了 這個是過度的 事前審查是過度的 有很多人 也不可以 他也不可以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去看 我看你 我看你 你兩次 你不可以